素食超果條大火快潮中 冒出陣陣白煙 香味也撲鼻而來 保齡茶室的超果條 已有九粒中毒 外界研判疑似就是 米酵菌酸中毒 不少民眾肯定母沙沙 米酵菌酸到底是何方深圳 米酵菌酸不但毒性高 耐高溫 一旦中毒病死率更高達40%以上 而米酵菌酸则容易发生在 贬值的超果條 糯米湯源等需要经过长时间 浸泡或发酵的食品当中 一般来讲它产生之后 其实你要煮很久才能把它去掉 所以当然避免失误污染是最重要的 而米酵菌酸中毒案例 可不是头一遭 2015年在墨山比克 最有啤酒中毒事件 造成了75人死亡 200人住院 近期则是在2020年的黑龙江省 12人家庭聚餐中 9人因为食用酸糖子 而导致中毒身亡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中毒还有待调查 不过已经让民众人心惶惶 欢迎新闻杨阁 谢爱泉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